博鳌亚洲论坛成立20周年 因此今年年会是备受各界关注 多国人士表示 博鳌亚洲论坛能够推动各领域间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 俄罗斯政治 经济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开放性非盈利学术组织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科尔图诺夫表示 博鳌亚洲论坛举办本身就传递出中国希望更深入的融入世界经济的决心 而今年的主题 世界大变局 共襄全球治理盛举 合作一带一路强音 也与当前国际局势相细合 欧洲资讯联盟 安博斯集团是博鳌亚洲论坛的常客 其首席执行官德莫里认为 在多边体系下 促进政府间 企业间 构建建设性关系方面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举办了多次博鳌亚洲论坛 他表示 二十年来 博鳌亚洲论坛成功地促进了亚洲经济的融合 保证了企业 智库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交流 如你所说是因为共产党的方式 美丽区业洲区业和美国与而作与盟의商业 业洲進予华他们的元素 席成为国合适的囧事 尤其是一種影响的影响 在世界上的影响 也就是我相信 那些影响的影响